中研院院长翁启会星期四将会到立法院报告 不过今天却又爆出疑似是副总统当选人陈建仁的女儿 也持有号顶股票 陈建仁今天特地出面回应 只是同名同姓 子虚乌有 然而为了要避免争议 号顶的第五大股东 也就是总统当选人蔡英文的哥哥蔡盈阳 主导的富泰投资 昨天晚间赶紧发出四点声明 将投资的号顶股票全数交由信托管理 这些多长期呢 他们的 产业之旅第一站 蔡英文就是前往南港生计园区 当时一旁还有翁启会陈建仁 但如今三人都卷进号顶持股风波 赶在翁启会回台之际 蔡英文哥哥蔡盈阳主导的富泰公司 前一天透过律师连渊龙发表四点声明 为落实蔡英文亲属利益冲突回避 已经将国内投资交付信托 所持有的号顶股票将在一年内 以不影响市场方式全权处分出清 为了避免无谓的流言蜚语 呼吁主管机关尽速公布 出界号顶股票的股东 而对于总统的亲属 现有的投资公开跟管理 也应该明定法律规范 蔡家有意避嫌 但蓝英立委认为只有富泰还不够 要蔡英文公布蔡家所有投资细项 蔡主席应该包括清采一下兄弟姐妹 还没有类似富泰的投资公司 或者大额的投资 应该一并对外面公布 不要像挤牙膏似的 人家查到什么 质疑什么 再信托再公布 反而会伤到他对他的可信度 蓝英立委不满蔡英文挤牙膏被动回应 加上翁吁卉周四将到立法院备巡 国民党立委磨刀祸祸 和蔡英文关系相熟的评论家司马文武 专栏中公开点名 翁吁卉回台将任人宰割 不仅伤害中研院形象 也将波及生技业发展 为了减少伤害 恐怕还是会走上 引咎辞职这条路 而这番建议 是不是提前跟蔡英文切割 为绿营解套 其实靠领这个案子牵扯到蔡英文 真的是莫名其妙 这个是完全不相干的 司马先生他这篇文章的出发点 基本上是一种不舍 那他也事先预判 以台湾目前国会的生态 国民党目前的心态 那绝对会对翁吁卉院长 做很不理性的攻击 卷入的不止蔡英文 有网络媒体再次出现 奇特的读者投书名义爆料 指控银眼梁转让的耗鼎股票中 一人名叫陈怡如 刚好就跟陈建仁的女儿同名 大胆质疑 耗鼎股票跟陈建仁有关系 确实是同名同姓 如果你查一下陈怡如在全台湾 一定超过好几千人 所以这样的捕风捉影 实际上有把这个逢进当马梁的 这样的情形 我们觉得很遗憾 政权交接在即 耗鼎案却变滚雪球危机 阴人双双卷进持股风波 就等翁启会回台 亲自解释 看能不能设下庭孙殿 原地有个警察刘萱 台北报道 ell Sir 有 。 感谢观看